天外又飞来一桩谣言吗 林青霞嫁给香港富商行李员这么多年呢 老师被人家拿出来讲说 两个人现在婚姻状况到底怎么样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有一个大陆的作家 在微博上面讲说 林青霞因为没有生出儿子败给了小三 还说前年就离婚了 不过网友痛批说 根本这是无凭无据乱讲话 穿上一袭贵气黑色洋装 日前出席活动 一人林青霞还牵着大女儿行家欠参加 看得出来母女情深 不过现在去传出 林青霞早在前年就离婚了 原因是因为没生儿子 香港传媒也多次传媒 就摇传说行李员呢 有一个大陆女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他只是说从来没有被人家证实过 嫁给香港富商行李员18年 但在2006年就盛传两人婚姻亮起红灯 后来林青霞在父亲告别世上 挽着老公的手以行动辟谣 还买了千瓶豪宅送给他 2009年反台演讲时 还被问过婚变问题 但他高EQ微笑回应 你真敢 这种问题你也敢问 即使曾透过公司否认婚变 现在中国作家王婷婷更在微博透露 林青霞早在前年就已经离婚 因为没生出儿子 老公养了个上海妹 直辣的po文也让网友回呛 痛批无凭无拘 李员呢 还要帮林青霞买个豪宅 郑重爱气的这样子的动作来看 行业人跟林青霞 离婚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父亲俩婚变传闻不断 去年底还在爆出两人感情转弹 林青霞情绪郁闷 秘密求诊 但婚变是否成真 恐怕也只有当事人心里有数 中文宣传黄鼠闻 本集完谭若一台北报道